小岛球会拉斯帕马斯又回到西甲 他们就是上季西月的亚军来的 其实你看上两个他们在西甲征战的球季 说到五年前 五六年前 拉斯帕马斯的失球数字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 因为那两季他们都是失74球 但是我觉得对球是有点转型 也不是少少 都是一个很大的转型 因为上季他们在西月其实是失29球 是全联赛里面失球最少的一队 如果他们今年来到西甲 都是防守是保持到像上年西月这样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他们要互职都不是说完全绝望的 加上其实拉斯帕马斯整体你都知道 对球的踢法是怎样的了 如果你有留意这对球的话 都是一队在西甲西月或者是升降机的球队当中 他们是很坚持自己的地面打法 就是在推进上面 组织上面都是 不想说打那么多高球 或者尽量以猜拳为主 踢法是挺令大家欣赏的一队 就先介绍一下领队吧 因为领队也是一个新面孔来的就是比米恩达 比米恩达其实他是来自巴塞的青年军的教头 球员年代其实他一直都踢不起的了 所以30岁之后就再没有踢球的 变成了就是教巴塞的青年军 以及就是教巴塞的B队 上年就是说2022年他才接手而已 2022年的1月份 就是前一季 前一季就半季了 带领拉斯·彭马斯就拿到这个附加赛的参赛资格 但是最后就输给这个特内理费 就升不了班 上季了 上季就再接再来啦 结果就不用踢附加赛了 可以是拿到这个联赛的亚军 阵式上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的啦 那都是4231或者就是4141这样啦 那看看阵容啦 即管 那因为就其实那个4231也好 4141也好 其实都是主要是看一下中场中的三个而已 然后就两边的边路球员 两边的杂位球员 那就加个正前锋 那都是几点型西巴牙教头的一贯的 喜欢的阵式啦 那这阵球其实平均新高就应该是西甲 比较矮小的一队啦 都不意外啦 因为队球那样是想踢多一些阵地战呀 想踢多一些CC入球的配合的话 那用球能力呀 或者就是前线可能都是整体用一些 零巧型的球员为主啦 那 是得正选的门将艾华鲁华利斯 以及中坚的沙尔高高呢 是身高过1米88的而已 其他都不过的 不过呢 昨天就不同了 因为昨天就拉斯帕马斯就宣布呢 球会宣布就签了前锋的苏利卡巴 那苏利卡巴就有米9的身高的 那所以都是可以加强一些前线的充斥能力啦 我相信 那一会就再介绍他多一些啦 那其实热身赛 那这阵球过瘾啊 那这阵球员呢 都是离不开去亚洲啊 去美国啊 那样或者就是找回一些欧洲的对手啦 那但是奥兰多海道就是非洲的球队 那艾华卡就 亚洲的球队 就是卡塔尔的球队 那都是 挺有趣呀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合作的关系啦 那战绩方面就踢了六场就两胜两和 两负 那这四球呢其实都是只有两个强入的而已 就是辛道拉美利斯 还有呢就是中场中的查维蒙路斯入的 各入两球 所以呢就是你说上季其实这阵球呢 虽然你说西越失球最少而已 但是其实入球能力呢同样都是不高的 那就是呢 比数又常常都是偏小啦偏小啦 入球又不多 失球你又不多 那所以就可以想象到拉斯帕马斯的风格呢 和你五六年前在西甲那队相比呢 可能都是有点不同了 那说一下新加盟的球员啦 那先说一下我想门将位置啦 门将其实就 艾华路华里斯就是正选啦 那但是其实这阵球呢 近这九个球季呢 我看回 近九季 只有两至三季左右呢 是那个门将位置很确实而已 真是有一个主力的门将 整天都换门将的 这阵球 就是在一季里面呢 其实整天在门将位置都会轮换的 那这件事就 固然就不是一件好事啦 所以来到 西甲啦 那尤其是今年 找了艾斯坦的尔过来 艾斯坦的尔过来 艾斯坦的尔就 来到呢就用了球会150万欧元的 属于基内亚的国脚啊 基内亚就是代表基内亚 就21场就进了三球 他我看回他入选 国家队的频率又不是那么多而已 就是间中入下又间不中又 不会选到他的 其实他本身呢 第一间效力的球会呢 就是西班牙的球会来的 就是低速比的球会 之后踢过艾尔切 所以都曾经在西班牙踢过球的 但是他都挺浪跡天涯的啦 因为之后他去过法格的 就是法国的球会迪安啦 也都是去过丹麦的米迪兰特 也都就是在米迪兰特 借过去比利时的球会 奥特海维利 还有就是卡迪夫城 那我想卡迪夫城呢 就是譬如你有看英冠的球迷呢 都记得他当年半季呢 其实表现是几突出的 试过半季就进了八球 但是今年就因为90的新高在前面 那都是可能 绑效回一些上到来 西甲中下游球会的做法的啦 就是 怎么都要有一个 前面可以冲击撑击的 正前锋的九号位在这里啦 所以 找他过来都可能是看中了拉斯帕马斯 整体平均新高未必太高的时候 我们找他过来 守一些死球都好 另外就 找了一个新人的中坚呢 就是马慕尔 马慕尔就是 亦都是用了球会150万欧元的 来自巴塞的青年军 那他都应该跟 现在的教练啦 比米恩达就合作过的啦 上季就是在 西越的FC安道尔 FC安道尔这队是踢的 那今年就上来西甲的啦 那还有就是 新道拉美里斯今年就叫做买断啦 上季他都是 球会的主力球员啦 那也一定丰富西甲比赛经验的啦 亦都是以往巴塞的青分啦 那还有有些免费过来的球员就包括是荷兰的阻集啦 近年发展是相当相当失意的球员 甚至国家队都不选他啦 不是说西班牙啦 可能大家都还是停留着 艾哈达迪代表西班牙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转了 代表摩洛哥啦 但是摩洛哥都不选他 你就知道 就是他近年在球会的祭遇和 呃表现是有多么普通啦 那还有就 刚才说过了 中场的查韦蒙路斯 那都是 贵前是免费过到来的 那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真是很熟悉 很熟悉西甲的朋友呢 都会记得他是曾经踢过西甲的 就是攻击球员的基斯顿 赫里拉 那当年就是大概是8-9年前啦 艾尔赤当时在西甲的时候呢 他也是艾尔赤的一个主力射手 但是就他在艾尔赤就发挥就一般啦 也都那届好像入得一球而已 前锋位置当年他在艾尔赤是多数踢前锋的 但是我看回他 上年在这个西越呢 踢这个伊维撒联呢 就两边翼锋他都试过担当过 但是我觉得 他应该是一个9号的射手级的球员 所以我就不知道新球季 他就会定位是怎样啦 另外就 我推介大家留意的期待的球员呢 就是 祖利安艾拉奥祖啦 因为这位球员呢其实就都 挺有来头的 也都是很多故事啊 那就是说着 洛杉矶银河的清分球员 是一个就是 挺有争议啊 挺话题性的人物来的 因为他曾经在今年2月份呢 因为迟了递交文件啊 就是可能那些转会文件啊 迟了多少啊 迟了18秒 那所以呢就 那里转会上面都搞了一轮的 搞了两三个星期 最后才可以落实拍板的 那接着呢就 来了巴松拿啦 但是今年巴松拿又将他借过来 这边的拉斯帕马斯 国家队都是 国家队都是很多的话题啊 因为国家队他就其实可以代表美国 都是可以代表墨西哥的 2019年的U20世界杯呢 他就代表美国 也都是有份踢的 前届呢 前届的美洲金杯 都是2019年那届呢 他就是 美国 在美国的初选名单 应该不是说前届 是大前届啊 因为美洲金杯是 两年一度的嘛 大前届的美洲金杯呢 他是有入选初选名单 但是后来呢 教练的背下达就说 他还没准备好 所以就没有征召到 他去 最后的大军名单 然后呢 转转之间呢 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就选择代表墨西哥的 刚刚这个夏天的美洲金杯 他是有为墨西哥上了阵的 但是只是在对着卡塔尔那场的 分组赛踢正选而已 所以就今年 既然这么有来头 又是巴塞的借账 过到来 当然要留意 阿祖利安艾拉奥草的表现 离开了的球员 其实都很多 我都有逐个查一下 比较重要一些 或者有影响 比较大一些的 或者是有西甲经验的 其实就不是多的 是巴西的中坚 薛尼 薛尼就是之前踢过拉科努尼亚 和贝迪斯那位的 34岁的中坚 另外攻击中场 或者是逆风位置的 奥斯卡基文迪 其实上季都有19次的正选 但是都 你说是不是 必然主力的球员 又未算得上系 所以 他今年就去了尼云特 都没有跟拉斯帕马斯 一起在西甲经验的了 还有就 你可能看到 就是看回拉斯帕马斯的 出入的名单 你看到有些都过气了的 进攻球员 但是又有一定的 以前是踢过这个大球会 但是 其实上季这些球员都是借过来 贡献就不是很大的 走了的话 应该影响就不是太 影响得球会太多的 说到有哪些呢 就是比如罗马尼亚的前锋 安道尼 就是之前踢过白里顿那位 另外就是踢过西维尔 还有踢过马体会的借帐 就是维道路 还有就是踢过贝迪斯的摩朗 这些球员上季 其实这些入球数字都是一般的 所以都不是说有很大的 影响得拉斯帕马斯太多的 这队球为什么你说上季 入球数字这么低呢 其实你看几个球员 已经反映到个事实的了 比如说查维蒙路斯 查维蒙路斯上季在西维 其实他就一个球都没有 但是他可以踢中场中 可以踢攻击中场 但是整季 没有入球 只有两个助攻而已 然后 艾伯图摩里路 这个球队的10号仔 亦都是拉斯帕马斯是新一个 可能是大家最受注视的清分产品 20岁仔 上季 他也是前线几个位置都可以踢的 就是两边翼或者攻击中场前锋都可以踢的 没有波入 只有8个助攻而已 据说那些人说他是帕迪 就是现在巴塞是帕迪 因为帕迪其实都是来自拉斯帕马斯的 但是看看他今年可不可以继续扶摇直上 或者就是 到底拉斯帕马斯对他有多 委义重任呢 还有就是基里安·洛迪古斯 这位中场球员 其实前季在拉斯帕马斯有5个入球 6个助攻 上季他也有一段估计的 因为上季他由于有这个临巴楼 所以就前 就是去到季尾才复出 固然就 对于球队的贡献又不是太大了 但是今年呢 在西甲呢 他第一场都有份下场的 看看就是 在这个临巴楼的这个情况 有这样的健康情况之后 复出了 到底他可不可以 踢得回前季在 西越时候 5个入球 5个助攻的水准呢 前线呢 可能大家都未必很熟悉的 我觉得 要留意一下就是 左翼的比职劳 因为比职劳上季 你说进攻上的贡献呢 他是比较大的了 因为除了你说 莎拿芬维亚拉这位老将球员之外呢 生力冠当中 终生代的球员当中 比较值得留意的就是 应该是比职劳的了 那么 莎拿芬维亚拉当然啦 中超的球迷你会对他很有印象的啦 因为之前都是踢北京国安的 我都在现场看过他的表现 现在辰转之间又回到来 他当年成名的地方啦 就是拉斯帕马斯啦 脚法就不需要多提的啦 就是或者 他的个人能力就不需要多怀疑的啦 只不过你觉得他现在 年纪又大一岁啦 在边路过关斩将的能力当然是 没有全盛时期那么有功的 那么有突出 那么 那么亮眼啦 所以 就是他都是 现在用他的经验去 带领着拉斯帕马斯今季 希望可以争取到 互级啦 那另外这队球其实其他的攻击点啦 包括就是前面马克卡当拿 或者就是新道拉美利斯呢 向来在西甲都不是什么多产的球员来的 所以你说靠 他们去争取入球呢 就绝对不是现实的啦 拉斯帕马斯呢 整体来说 你看回上季其实 新道拉美利斯 和中南芬维亚拉呢 两个已经是球队的首席射手 但是都是入七球而已 所以是攻力那方面呢 是令大家挺担心的 呃 这队球 整体来说 我觉得总结 他们今季的前路啦 他们和艾拉维斯就 挺不同的 艾拉维斯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踢法是 比较单调的啦 但是拉斯帕马斯 他们其实 阵中的猜拳能力是强的 那么如果加强了防守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 呼吸成功的前路是比 艾拉维斯乐观点啦 那么但是 你说现在 他对球风格转了形 以前就很怀而不实 那么现在你加强了防守 但是你说对球整体你说 要完全改头换面都要有些时间 但是我也觉得是 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有一个转变的 因为譬如 看回近界 在西吉 成功护级的球队 譬如基达菲啊 卡迪斯啊 这些 那可以留得低喔 那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作为一个借镜 那所以拉斯帕马斯都明白 可以好像 再五六年前 那样西吉 完全不注重防守的 那也要加强防守的方面 有一个攻守平衡 才是 长远来计的一个规划 但是 我又觉得他们实在 进攻能力太弱了 那现在加强防守 那是不是有些 我怕会有些半桶水 所以拉斯帕马斯 我觉得他们今年排名 会比艾拉维斯好 但是 又没足以令他们 呼吸成功的 所以 艾拉维斯和 拉斯帕马斯 我觉得他们是两队 今年西月升上来的球队当中 要降落 原机遣返的两队 那我问一下大家 既然球会或者人脚 可能大家未必那么熟悉的时候 不如问一下旅游资讯吧 大家都知道拉斯帕马斯 是来自一个 Canary Island 就是一个小岛的球会 说到小岛的球会 其实今年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马略卡 西月 也有特内里费 这个都是一些 出名的旅游胜地 大家 有没有去过